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讲一个佩洛西最新的情况 以及中共解放军的一个因应问题 首先也希望多谢大家 继续留言、赞、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能够看完这些广告 多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本节目 多谢大家 关于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情况 据传他已经搭飞机了 佩洛西已经开始东亚行额 起码要参观国家包括韩国、日本 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希望他能够好地做 我看他最新的公告是没有印尼的 就用韩国取代的 不论如何日星不是肯定 韩国亦是访问的其中一集 我相信这些访问 他会有很多的exposure 因为开始投鼠 美国国会八月休会期 暑假 很多国会议员都可以去投鼠 他也找了一个民主党 基本上是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Gregory Meeks 米克斯去陪同 以及共和党的另一位议员 我想这个相当有意思 因为麦克斯没有办法去出席 所以他找了另一个议员和一起同行 所以一个民主党 一个共和党 是一个bipartisan的情况 你想一想 同行的话 会不会和他搭一班机 一起去日本 韩国 或者是 新加坡、马来西亚未必 但可能在某个地方 某个场合会会合 现在日历上面 他Mark有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说什么时间 是tentative 是暂定 他没有说是台湾 T字头 很简单 这个就是台湾 我没有疑问 但他不想写一写台湾 最后的决定 都要他作出 但我相信他既然已经 有这样的打算 我相信他访问台湾的机会很大 但不想 在底部之前 一段那么长的时间 就是几个日之前 几日之前 事先胜着 这件事 对于 所谓的 主客的定位 不是好 所以我就说 有些人会觉得 事先张扬 对于解放军 自己看看到时候 你如何修复台湾 我想不需要搞这些 Bringmanship 的极致 就是要是 特杂 这件事的话 才有真正的意思 你可以降低之前的气氛 但来到时候的震撼 才不够大 这个真是 希望大家要明白 那你想一想 佩洛西 就是盛传 这个会访台 他星期五 就是刚刚过去的 29日的上午 中国有什么反应呢 这一点是重要的 中国解放军 陆军 第八十集团 军官的军 第八十集团军 的官方帐号 發布微博 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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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写出这样的说法 那是不是很害怕呢 是不是 我丧普 我在台湾 是不是很害怕呢 一看 解放军 第八十集团军 在哪个地方呢 山东省 韦方市 韦方市 山东省 韦方市 这个地方呢 就是接近濟南 不是一样 接近濟南 的地方 那么远 和台湾相距1800公里 我想请问一下 怕不怕呢 我会看 这样看 这个第八十集团军 之所以说 被战 目的只一个 就是向 习近平 表忠 之后要更多 喂 一个人要表忠 当然有所求 你看那些民建联工联会 那些 那些 那些人 表忠 梁振英表忠 你有所求 才需要表忠 那你到底做什么呢 你真真 火火 雄心 向太阳 神 表忠的有所求 为名 为利 为权 为势 很多东西 这些 第八十集团军 他来台湾这么远 这个都要打 就是要去 打台湾 都不吊动到你了 喂 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 都未到你山东 山东 你根本上 就不会被吊 被吊 被吊 那才有一种 一震被一呼的感觉 这种的感觉就是 表面上是震懾着外面 实际上就是 蛤 就是这样的想法 另外 你的表忠就是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二十大之前 脅迫习近平 军队里面 很多都是 饿了很久 你割韭菜 搞那么多东西 你对军队来说 是不是能够保住呢 钱呢 我要表忠 那你会更加支持我 习近平更疼我 会更多机会给我 那些军火的销售 更有机会我做一份 而且 万一我要反习的话 我就说 皇上去 你不打仗 你就是猪头 你不可以做千古黑丐 你要做千古一帝 你不可以做明崇征 你要做康熙大帝 千古一帝 收复台湾 好像私囊 我们做私囊 帮你收复台湾 用这样的方式 去盗逼习近平 习近平 当然是软脚 当然是扯下 当然是不敢打 喂 现在这个情况还敢打 但是他要安抚这些人 所以做很多的措施呢 做安抚的动作 今天就会讲一下他这些措施 那这条微博被遵 做了四个钟 五万个网友点击 所以中国人就是这样 四个钟 有五万个点击 去点赚的 之后呢 帐号又快笔 比较评论 家国天下事 写职一用意 属于军人的节日 终于到来 澳门必伤奴记 被战打仗 这一根本职责 冲锋在强军精程上 八一建军节 1927年8月1号 就是南昌暴动 南昌暴动之后呢 建军 这个建军呢 我们看到就是 当时就是说 要冲锋在强军精程上 八一建军节 解放军 就慶祝他呢 就是所谓95岁生日 那么 当然啦 你说一百年 就是建军 今天习近平有个迷梦 就希望呢 做个中国梦 想这个侵略台湾 你想得美 你也都基本上不会实现 因为很基本的原则就是 你根本没那么能力打赢这场仗 难打仗 打败仗 就是你习近平的本色 家国天下事 写职一用意 这样做 好了 这五万个这样的垃圾 上吧 我限你二十四个钟 24hours 你说家国天下事 写职一用意 给你了 八月一号 给你八月一号 今时今日 7月30号 给你四十八个钟 你不打 你就是猪头 这五万个人 不打台湾 不是台湾 就是猪头 来的话 格杀物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一日做猪头 一日做死尸 就这么简单 你敢来 你不敢来 又拗拗叫 四个钟 爆五万点赚 赚你 赚你 你真是 我不想说粗口 是吧 你们这班人 你够胆就来 不够胆的 就滚去躺平 轰 这班人 就会点赚 打 那样 所以这班人 是绝对不值得支持 很多人问 喂 你不可以攻击这个中国人 那你可以攻击中共 不可以攻击中国人 你就自己看 那你说这些中共党员 大属北部战区陆军 军部驻地 山东围方市 距离台海地区有1800公里 最接近台海的应该是东部战区 领导和指挥华东地区的 除了山东省之外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安徽省 江西省 福建省 等六个省级行政区的武装力量 这个属于东部战区的最北原 在北原里面的北原 即是这个是 东部战区的最北原 是没有意思 你叫出这个口号 你要觉得 哎 头发很害怕吗 被战 你其实讲了很久的 是不是 这个 习近平和拜登会面 最精彩的句话就是 民意不可为 是不是 玩火必自焚 Those who play with fire will perish by it 就是英文这样翻出来 谁玩火 谁就自焚 那现在今天你说被战 谁玩火呢 哦 你打嘴炮 只是说被战 不算玩火 那我告诉你 他真是玩火 怎么这么说呢 就涉及到 平潭的实弹射击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导 也都他说引述美媒的报导 美国众议院佩洛西 率领国会代表团 周五就已经启程 访问亚洲 预料停留日本 印尼 新加坡 那现在是不是韩国在里面呢 我不清楚 但日本新加坡一定有 有没有马来西亚 有没有这个韩国 有没有印尼 那待会再去看看 以及暂定访问台湾 中国对培洛西的 即是Nancy Pelosi的 访问台湾的访问 不断升高文高母客 福建平潭海事局 即是中国的福建平潭海事局 在昨晚 即是7月29日的夜晚 发布了航行警告 就是今天30日 将会在平潭一旗 旗就是王岐山的旗 平潭一旗 附近的水域 执行实弹射击训 这个地点正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 距离这个新竹 基本上我记得是68海里 即是126公里 也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 示威意味相当浓 福建海事局微信公众号 通报呢 福建的平潭海事局 在昨晚29日 发布航行警告 就是今天 即是我们正在录节目这个时候 早上8点至晚上9点这个期间 福建平潭一旗如附近水域 執行实弹射击训任务 禁止一切传播进入 这个通报呢 附上境界封锁地图 那四点连线区域就是它的水域 北京呢 现在是将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的计划 事作它对一中原则的挑战 因为是将会严重伤害中国主权 近来呢 更加不断升高民工武嚇 那就很显然啦 中国官员访问不到台湾 台湾可以拒绝 美国官员访问台湾 台湾可以接受 台湾是有自主的权力 决定和哪个国家有任何形式的外交交往 可见台湾是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 而更紧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如果你说这个不是国家的话 怎样才是国家呢 更紧要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美国做这件事 基本上可能会对一中的政策 是基本上除了口头上的坚持之外呢 也要付诸实行 证明到它可以来台湾 能访台 那就不怕你中共的挑战 中国在现在对付台湾的一切措施 其实是不得要令 美国继续会再进行这个做法 而你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做这些这样的调动 就是说呢 找维方市第八十集团军 说B字 寫个微博 寫两个字 B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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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譚實膽射擊 這件事的話 一定會知乎 不得要離 這個也是 當時他的做法 另外 就是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 譚克飛 26日 用言語威脅 中國要求美國以實際行動 履行不支持台灣的 承諾 因為說過 中國是把拜登 這個很弱勢的總統 所說的話 所謂四不一無二 加為六不一無二 增加其中一個不 四不都是不支持台獨的 他更加說 不會尋求改變 共產黨的領導 這件事是 不尋求這些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不支持台獨 Nancy Pelosi 都這樣說 不支持台獨 並不是反對台獨 不支持 不支持是不表態支持 關鍵的地方就是 美國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和美國的一中政策 一向都是說 從來沒有承認過台灣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世界上的一個中國 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 但不認為 也沒有表態過 即是沒有認為過 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的一中政策 由始終就是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 兩岸的紛爭 由兩岸去和平解決 這就是1980年的台灣關係法 到現在 都一直一如既往 後來增加了所謂的 列根的六項保證 對台六項保證 更加是清晰的 所以今天 如果大家看回 所謂不支持台獨的話 並不是禁止台獨 他意思什麼是台獨 美國都沒有定義 那麼你中華民國 現在的情況是否獨立 還是需要宣佈建立台灣共和國 才是台獨 他沒有表態 OK 所以美國在這個地方 很多語言上面是保持模糊 所以各位 如果你認為美國是戰略清晰的話 那我告訴你不是 我一直都跟很多評論的說法不一樣 美國根本不是戰略清晰 戰略清晰就是說 台灣一旦爆發戰爭 美國必定有義務協防 無論台灣是不是獨立 無論台灣什麼國號 都會協防 這個叫戰略清晰 戰略模糊就是 我不告訴你 當你中國共產黨 浸進化台灣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協防 這個後話 現在不說 這個叫模糊 那你想一想 他當講到什麼 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 沒有那麼反對 什麼叫台獨 有沒有定義的時候 這是一場空來的 那麼中國有中國的定義 美國有美國隱藏的定義 不說 最後就是 你要講些話我就說一下 戰略模糊 因為美中又要交往 華爾街集團又要做生意 Clington Foundation 大把東西 基辛格那些 那些 淘知淘孫 大把東西 和中國做生意 又不肯完全這樣 Decoupling 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 我不支持台獨 那大家說 我不支持台獨 好像拜登 和習近平 視訊會議 星期四 七二八 視訊會議的時候 都繼續講這些話 習近平就帶你 民意不可為 玩火必自焚 沒有講到 當中有沒有講到 Pelosi這件事 也沒有講到 有沒有涉及到關稅 應該沒有講到關稅 但一個牌就是 拜登把關稅放在後面 以前川普和習近平建議員面之後 加關稅 拜登和習近平建議員面 訪問完佩洛西 會不會撤關稅呢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那你想一想 兩個人 那誰是對 自己想一想 那很基本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譚克菲就說 美方予以實際行動 履行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不得安排佩洛西 訪問來台灣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國軍隊絕不會坐視不管 必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 堅決反制 就是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預 就是 resolute countermeasures 就是 基本上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預 你說到要做到才好 你看小粉紅 說到做不到 你就推翻共產黨 肥仔做個約定 如果共產黨說出來做不到 你就推翻共產黨 對不對 如果共產黨說出來做得到 那你就支持共產黨 我倒這一局好不好 你不肯倒 你不肯倒你龜蛋 是不是 你就是豬頭 你就是懦夫 你就只有一個嘴炮 那麼簡單 共產黨肯這個時候 攻打台灣 不是在這裏實彈演練 跨越中線 擦槍 然後之後 砰砰砰 開戰 共產黨敢開戰的話 這件事 你要支持共產黨 我無所謂 OK 跟你決一死戰 但是你今天 你講得出做不到 做龜蛋 做龜公 做契弟 做一些懦夫 做屠夫的話 他說 你這些人 跟劈屎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這班中國人 其實沒有必要 跟他們 跟根計較 跟他們做了一個約定 說明 你不會坐視不理 你沒有強而有力措施 你不打台灣的話 你就龜蛋 你那五萬個以上的點贊 全部都是垃圾 狗屎不如 這樣就對了 沒有用 日本人打你 殺你 含架 跟著共產黨 剷你 剷你 跟著現在 你要剷我 你自己消滅你 含架 因為全部都沒有膽 比擂 就這麼簡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再加碼 表示 中美兩國元首通話 在培洛西 一起計劃訪台的背景下 進行的 如果 美方挑戰中方底線 必將遭到 堅決反制 由此引起的一制後果 由美方去承擔 那你說明 這是不是後果 什麼叫做 說到做 你說了什麼出來 你說 強而有力的措施 你有沒有說到任何東西 那叫強而有力措施 強而有力 或者你派第八十集團軍 打B.E.I.Z.H.A.N. 就是悲戰 就是強而有力 或者找平淡 平淡畫四方架 實彈演練 這個強而有力 多餘 我覺得很基本的原則 台灣的軍方也都發出一個聲明 他會以代敵重搬 就是你對待敵人 你要看到他可能會發生很多可能性 就是很嚴格要求他做很多的沙盆推演 所謂的軍企 就是不同的可能性 每個可能性要怎樣處理 這些情況是會 台灣軍方是會做的 也都會做好情報收集 還有情報收集以外 也都會有關的軍企的推演 還有做好有力的部署 我相信台灣的國軍能夠做一獨 前幾排全台灣 過去一個星期 有漢光的演習 每一天 北中南地區 就是每個星期有一天 即是有一天 不是每天 有一天 他是下午半個小時時間 就在警部 全部街上的人 都不可以出現 都要躲在室內 家裏要關掉電的東西 這一點 正是台灣很有秩序做這件事 而且怎樣培養大家的國防意識 增強我們的反制能力 尤其是不對稱的作戰能力 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反導彈系統 我們有國軍 也都會有美國在各方面 尤其是列根號 進出南海很多次 可以這樣說 不斷地看實 喉實這個地方 再不說在沖繩 和在韓國的美國駐軍 我想這一點是產生極大的阻嚇力 避免中國共產黨 越雷遲半步 關鍵的地方 不是看平潭有沒有演練 或者民工武嚇 這些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調動軍隊 如果有大幅調動軍隊的情資 我相信美國的衛星會看得到 然後會跟台灣講清楚 而台灣也會進入一種更高度的介備狀態 我不能夠保證 共產黨不會調動軍隊 它應該是會有調動軍隊 但可能會在佩洛西確定訪台之後 會做一些這樣的責罵 但是會不會真的調動軍隊呢 我不認為它在這個現階段 會有大規模 即是這一分鐘的時候 大規模調動軍隊去福建的地方 打算到海一戰 這件事都沒有去到的地方 因為調動軍隊是不可能不露聲色的 因為又涉及到 不只軍隊 還有坦克 還有大規模的動員 而這件事是逃不過 美國軍事衛星的眼睛的 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所以不需要過度的恐慌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們打過來 我們都感應戰 也都不會說去逃避這件事 你問我第四次台海危機爆發機會大不大 因為第一次就是1954年 第二次1958年 就是公門炮戰 823炮戰 1996年 就是第三次台海危機 當時我們在台灣 當時射空包彈 李登輝之後當選總統 大家知道當時金瑞契 就是眾議院議長在97年訪問台灣 之後就代表哈林頓表示會協防台灣 當時中國為了加入WTO 什麼乾脆都響制 就說雨過天程 就是這樣做法 其實這個就是重點 現在中美關係當然和以前很不一樣 習近平敢不敢打 不敢打 因為一打 那個Factor X就出現的時候 他抓好那盆棋 你報好黃小洪做什麼 苗華做什麼 這些一步步的棋 就會破功 因為很多不同的人 就開始叫架了 你要我打 可以 你要給什麼好處給我 我一定可以 一定幫你打 每個人都爭著表忠 那他報的棋 就亂了大龍 那這個呢 就是習近平 其實他本人 不希望在北戴河會議 召開或即將召開的時候 去做任何的改變 免得任何棋局方面會有大變 因為主動權交給客觀形勢的發展 而不是他 他敢打的話 不會 那麼很多人逼他打 所以他怎樣都好 都要遷就一下 換言之都要去做一些 實彈演練 實彈射擊 講備戰 甚至無調動軍隊都有可能 brainmanship會增加 我想未來幾日會急速增加 我預計給你聽 未來幾日會急速增加 這個brainmanship brainmanship的增加 是不是代表著 即是會打仗呢 我覺得機會不大 會不會有擦槍走火 當然會 所以我想 所有台灣的軍隊都會做好 萬全的準備和預演 你說會不會擊落或攔截 佩洛西的專機 不會 那麼你說 最後來佩洛西會不會突襲訪問台灣 會 突然會突襲 是突然訪問台灣 會 OK 那你說 來訪問台灣 那個情況 會不會逗留 一日 即日走 也有可能 但是 時間不是重點 訪台才是重點 這個意義才是重點 然後很多人說 桑普 這個象徵意義 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講得難聽些 騎虎難嚇 講得好聽些 就叫做 展現實力 今天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不是只口說的 而是當 有個情況 中國民工武嚇台灣 如果 美國這個時候 吞太 扯哈 拜拜 那以後 是不是任由中國決定 誰 或者有沒有 美國官員 可以訪問到台灣呢 哪個時候 哪個地方 哪個人物 有沒有 就是 whether who when where 是不是全部都由中國決定呢 這一點就重要 你看到 梵帝剛剛幾乎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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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惡 正在接受中國這種要求 所以中國這種做法 你破壞很容易 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氣 和平的秘密就是實力 做人要有勇氣和實力 1919年在香港 很多的人 無論是和理非或者勇武 來說 有勇氣 但欠缺實力 台灣 有實力 美國 有實力 但是 美國 現在 尤其是拜登政權 欠缺這個勇氣 尤其是拜登政權欠缺勇氣 尤其是缺乏 對這方面的支持 其實這個佩洛西是否很有勇氣呢 他是騎虎難下 OK 那你說是否真的 能展現出以前那種勇氣出來呢 我覺得是一個大的問號 但起碼他來訪問台灣這件事呢 交了功課呢 我們都不覺得OK 當然啦 我不是喜歡佩洛西本人 千萬不要說錯 我要尊重他眾議院移進你的職位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 畢竟對台灣來說是有這樣的作用 最近呢 就看有很多人就說 哎 特朗普想放棄台灣 勸阻佩洛西訪問台灣 我再重申一次 你看看那些 那些人看那些左派媒體 就不要看真是他寫的東西 特朗普說的話 就是Truth Social裡面 這個叫做社交媒體裡面說的說話 Truth Social裡面來講呢 就是這樣寫的 我用我的印象記得 The China Mass 就是這個爛灘子 中國這個爛灘子 中國這個爛灘子 is the last thing she should do 即是他需要去處理的 即是說中國這個爛灘子是佩洛西 最後應該要處理的事 she will only make it worse 他只能夠使用事態更加無法 接著他就說 everything she touches leads to chaos, disruption, and 就是chaos, disruption, okay 這件事是基本上的情況 即什麼他碰過的那些都會形成混亂 這個很大的震撼和混亂 那這件事就是他對於民主黨左派人士的一個批評 那你用這句說話就說 他反對佩洛西訪問台灣 我想這件事是千差異 或者說佩洛西訪問台灣應該要不訪問台灣 這個都不是這樣的說法 我再說一次 他說 the China mess is the last thing she should do 即是she should be handling 即這個 中國這個 這麼大的 mess 的問題 其實是 講的是拜登搞出來的大問題 ok 那待會我會講一下 搞出來的大問題 佩洛西最後一件事需要去處理 但是他只是會使情況更加差 即他不覺得佩洛西訪問台灣這件事 是會好好地處理 他不是說反對佩洛西訪問台灣 他是覺得 預計佩洛西訪問台灣這件事 他會預計佩洛西這樣做 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OK 這個就是特朗普的意思 那你全部的左派媒體就不斷地說他 反對佩洛西訪問台灣 那你覺得完全錯了 那很多人就會說回他 以前 John Bolton 寫過那篇 Memore Memore就是一個自傳 是說回 當時跟川普之間的一個交往 他就說川普的時代 曾經跟他說過 指著筆尖 也指著一張桌子 他說這張桌子就是中國 筆尖就是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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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指著一塊很小的東西 就是台灣 一個很大的東西 就是中國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他說呢 我們 這個是保頓說的 就是特朗普從來沒有證實過的 就是說 我們距離這個台灣 八千英里 而中國只是隔一個海峽 我們怎麼可能救台灣呢 我們怎麼可能去 這個 處理 We can do nothing OK 但 特朗普聰明的地方 這樣說法 是代表什麼 你將這些去頭去尾 那些人呢 把東西摘出來 就說 你根本不會保衛台灣 It's wrong OK 因為之前 他說過什麼 你看他無數次 今年 特朗普三四月都說過 他要以 Effective Deterrence 去避免戰爭 而不是討論究竟戰爭的時候 保不保誰 一個Effective Deterrence 一個有效的阻嚇 是在於 你必須要 在戰爭未爆發之前 產生極大的阻嚇力量 要能打仗 打勝仗的一種 這樣的感受 給別人感覺 那麼他說 現在 即是一直以來 對於台灣來說 就好像他用他對普京 他說 四年以來 為什麼沒有俄古戰爭爆發 是因為他打電話給普京 Vladimir If you hit Ukraine We are hitting Moscow 你今天打烏克蘭的話 我們就打莫斯科 他說 無論別人研判 這個可能性是5% 10% 他都不敢打烏克蘭 因為這個最壞的情況 實在接受不到 那你因為 拜登 在阿富汗出了大洋商 被人看少 到今天也是被人看少 人家就打了 是吧 中東的王朝民不理你 即是 我和你交往 都會和中國交往的 接著你看到 烏克蘭被襲擊 你又不派兵 又要退後一步 又說 擺擺明不打的了 這個不是北約國家 明明打烏克蘭 那你想想 拜登是多麼麻煩 It's a mess 好了 他說當年後 這個是特朗普說的 當年時候 他和習近平 都會說一樣的事情 習近平不予回應 其實大家在心中 不予回應 那今時今日 你有沒有這麼大的 brainmanship 你敢打 我就打北京 其實意思 If you hit Taiwan you will hit Beijing 這個就是 基本上他一樣的 這樣的說法 對付習近平 那因為你產生極大的阻嚇 你根本不需要想 戰爭的問題 因為戰爭是不會發生 因為極大的阻嚇 出現了這個情況 那你當戰爭爆發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入這個戰爭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你稱呼著保頓那句說話 就是說 特朗普說 不會去協防台灣的了 第一 特朗普沒有承認 他講過這麽說話 就算保頓有說這麽說話 其實他蝕密 這句說話 特朗普也不會公開說出來 這些說法 只是他自己私人之間的說法 他意思是什麽 不要去想 究竟打台灣 我們有沒有協防 我們會不會協防 這個我們先不要說 因為 蚊比和牛比 有這個處理問題 我們就要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 主要先有阻嚇力量 這個阻嚇力量不出來就出事 因為特朗普時代的阻嚇力量很強 所以導致這麽結果 今時今日你要做的 美國是否產生極大龐大的阻嚇力量 去針對中國 就是說 如果佩洛西或者台灣軍隊 受到任何打擊的話 We are hitting Beijing 你這樣說的話 你就是最大的阻嚇力量 你敢不敢 你拜登現在就是 在那盤算著 跟跟計較著 究竟打的時候 美軍 就是 會不會承受共產黨的追擊 沙盤推演N的方案 與其你不斷分析和沙盤推演 不斷認知一個常識 就是一旦打的時候 你要避免他打的時候 你要產生極大的阻嚇 然後採取行動 就是用阻嚇的方式來做 是不是 那如果你不用阻嚇的方式來做 不斷把那個 那個情況就是說 你敢打 你敢打佩洛西的 我打爆你習近平 你敢打佩洛西的 我會把彭麗媛碎絲萬段 你敢說的 這樣就行了 你不敢說的 那就真的 多餘了 OK 一切的東西都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 如果你說 你說 台灣 就是萬一有事 美國不會幫忙呢 說特朗普的時候 都不會幫忙的 各位 你就是 他不明白 他那些陰情不定的說法 特朗普的說法就是 他說的一套 做的另一套 他對幕僚都是這樣的 你真的要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一定會強而有力去反擊 對於ISIS 他沒有手軟 他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是不是 他對ISIS是沒有手軟過 他也會很容易去審慎 去報處不同的東西 去產生美國極大的作用力 誰在破壞這種 這樣的互難 就行了 你想想 拜登竟然去跟習近平說 美國會建立自己的安全互難 即是說 防止你中國去侵略 習近平當然不理會你 還有這些事 你必須跟我說 你做就做 你跟我說什麼意思 你這樣當作阻嚇我 你騙我一行 大哥 你真的要做安全無難的話 根本上 拜登 川普默默默這樣做 那何來沒有做過呢 他跟安倍的關係是怎樣 他怎樣盜逼歐盟 要給足2%的GDP 做北約軍費 同時 丁立馬格尼茨基的法案 所以很多事情 不要只看表面 有更深入的事情去接觸 希望大家明辨是非 未來局勢會更加緊張 但認為打大戰的機會不高 那這個緊張法 會不會升級為 第四次台灣海洋危機 不是戰爭 危機的話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是類似 我覺得類近第三次 台海危機這樣級數 但也未至於高的地步 那如果你說 他會真的要打實彈 對台灣 考驗台灣的飛行難節的話 就擺明 就是老虎頭上釘失落 在二十大之前 他做這件事 就等於將話語權 行動的主動權 轉讓給美國和台灣 這件事 是中國和習近平都受不了 色例內任性的本色 他最後都不敢如月類似搬佈 這是我的研判 因為中國解放軍 They are not ready yet to invade Taiwan 因為他們的反潛作戰能力 是等於零 而他們一旦打 三艘所謂的航母 其實只有一艘 或者遼寧都不算航母 其他兩艘 山東號 不能作戰 會在一日之內 全部被轟碎 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說 中國去打這場仗的話 我是樂見其敗的 你不打 你就是豬頭 你就是名副其實的雜 好了 說得有點長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